元宵第十的二十七道花样美食 最后一道具体 第一道 鸡腿买回来不要再吵着吃了 像我这样做一个手撕鸡 皮爽肉嫩 非常好吃 捡回来的鸡腿用开水烫一下 更容易上色 好吃的关键就是放一包这个盐菊粉 一勺花生油 给它涂抹均匀 腌制一个小时 盘底铺上葱姜 摆上腌制好的鸡腿 倒入腌料汁 水开上锅大火蒸25分钟 这样做的盐菊鸡腿 咸香入味 非常好吃 十个都不够吃 第二道 我告诉你哦 以后做红烧肉千万不要直接下锅就炖 今天分享的小妙招 做出来的红烧肉肥而不腻瘦而出柴 首先五花肉切成麻将大小 然后直接放入锅中 用大火煸炒 炒出里面的油脂 这才是肥而不腻的关键 再倒入砂锅 放两片姜 干辣椒 香叶 加一包红烧料 半瓶昨晚和小一次喝剩的啤酒 去腻增香 有条件的把水一次性加满 后盖小火炖50分钟 再放点腐竹 继续炖10分钟 最后大火收农汤汁 这样做的五花肉肥而不腻 喜欢就点赞收藏做起来吧 第三道 家里有小孩子的 一定要给他做这个鲁肉饭 不但做法简单 而且真的特别的好吃 锅中不用放油 下入切好的五花肉 中大火煸炒出鸡油 放一点洋葱 香菜 八角和桂皮 最后来点料酒 这样可以清新香 再来一点鲁肉饭和提前泡和香菇 最主要的一定要放一包这个鲁肉汁 盖盖多炖一会 把肉炖到软烂为止 越软烂它就越好吃 这样做的鲁肉饭软烂入味 香味十足 保证你家孩子能吃三大碗 第四道 你家孩子要是想吃金酱肉丝 千万不要下管子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非常的简单 准备切好四的里脊肉 多加一点料酒 一个鸡蛋清 还有一大勺淀粉 你就像我这样抓匀了 腌到入味 最后来点食用油防止粘连 油热了 你就把这一样的肉丝倒里 像我这样炒出肉丝变色 只需要放一包金酱肉丝调味酱 最后再撒一大把黑芝麻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金酱肉丝 一口一个 真的是太香了 第五道 天气变凉了 一定要给自己老公炖这个鸡菌 因为它实在是太辛苦了 白天淡沙发大游戏 晚上还要加半熬夜 剁好的鸡肉千万不要焯水 只要加点面粉反复揉搓 再用清洗多洗两遍 这样营养成分不容易流失 然后装入砂锅 准备一包松龙菌汤包 然后用温水泡发 放入锅中 再来两片姜 一定要加开水 小火炖一个小时以上 调味就放盐胡椒粉 无椒粒枸杞葱花 这样做的军鸡汤汤鲜味 第六道 这份的干锅花菜到底怎么做的 其实方法特别简单 准备刚摘好的花菜 加一勺盐 适量的清水 浸泡十分钟 清洗干净 油热放入锅中 小火慢炒 炒出水分 盛出备用 油热下入花肉 再包花肉炒出油脂 加葱姜蒜 小米辣 炒出香味 这个干锅酱是大吃调制好的 只需要一小勺就可以 倒入炒好的花菜 快速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干锅花菜 干香入味 比饭店的好吃多了 第七道 很多人都喜欢吃海鲜 但不知道怎么做好吃 其实方法真的特别简单 锅中放两块钱的大虾 十块钱的花鸡 再来点葱姜丝 鲜美的关键就是 这九块九三包的 盐局海鲜粉 把它搅拌均匀 盖上锅盖 大火一分钟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盐局海鲜 味道鲜美 原汁原味 第八道 以后你们要是想吃凉拌土豆丝就像我这样做 酸辣脆爽越是越想吃 而且做法也没有那么难 切土豆丝你只要注意一个细节 不需要切得很细 只要粗细均匀就可以了 切好后记得要用清水清洗掉多余的淀粉 锅中水开加一勺白醋 倒入土豆丝 这才是最爽的关键 烫个20秒即可捞出 再用两百开过凉 然后加蒜末 一勺盐 生抽 陈醋 香菜 几粒花生米 家里有条件的放一点油泼辣子 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 酸辣脆脆喜欢你也做起来吧 第九道 看似简单的水煮和包拌 很多人一煮就散 今天分享个小妙招 保证你一看就费 锅中水烧开爆炮 然后再关火 碗中加勺水 再打入一个自己家的鸡蛋 一定要贴进水面下入鸡蛋 这才是鸡蛋不散花的关键 后盖们两分钟成型 碗中加盐鸡精 葱花 生抽 芝麻油 好吃的关键就是 这个含盖量高的蛋干生晒虾皮 每次只要一小勺 汤的鲜味瞬间就上去了 然后加入101度的开水 搅拌均匀 焖煮两分钟后 开小火再煮两分钟 这样做的荷包蛋 用来给宝宝早餐太合适了 汤鲜味每次特别喜欢 天气越来越热了 在家里喝一杯 一分钟就能冲好的酸味汤 真是太过瘾了 从小喝到大 你要是喝这酸味汤之前 缸子里一定要多加一点冰块 然后就把这酸味精倒进去 你就用家里的纯净水 或者山沟里的水都能冲 冲完再搅拌搅拌 或者晃悠晃悠 这外面40多度 你要到杯子里这么一喝 绝对的透心凉 那就一个爽 夏天要是没胃口 一定要试试这个口水机 千难多汁 关键方法还很简单 大鸡腿冷水下锅 加姜葱 料酒 花椒 煮20分钟放入冰水中 切成块备用 碗中放蒜末 小米辣 花生碎 芝麻 调料 放入里面的酱料包和红油包 其他什么调料也不用放了 再来点香菜搅匀 淋在切好的鸡块上即可 麻辣鲜香 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第十二道 这个比麻辣烫还要好吃十倍的麻辣板 一分钟就能做好 不信你就看着油热了 油热了你就下给姜蒜 炒香以后把你爱吃的火锅底料也放里 然后你就炒出红油 再把冰镇的开水倒里 然后你再煮开了 你一定要放入我爱吃的丸子 还有我爱吃的青菜 最后再来点我爱吃的宽粉 煮熟了你就捞出来 然后放入我家的碗中 再倒入事先调好的麻酱 你这么一半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麻辣板比腐顺的都好吃十倍 第十三道 以后想吃椒盐虾再也不用去饭店了 自己在家也能轻松搞定 咸香美味好吃到铁手指 大虾剪去头部 这样能轻松去除虾线 在我背上画一刀方便入味 然后在大虾的表面撒一层电粉 油热倒入大虾 煎至两面金房盛出备用 另起锅蒜末青红椒羊青丁炒出香味 然后倒入大虾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椒盐粉 外面很多大厨都是用的它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 大火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椒盐虾香辣有味 一口一口好吃到停不下来 第十四道 一周吃了八次都不腻的黄焖鸡 真的太好吃了 连汤汁都能拌三碗米饭 准备两个鸡腿 土豆也切成小块 新鲜的鸡腿是不需要焯水的 只要像我这样一小火煸炒 炒至微微焦黄 然后加青姜蒜 继续翻炒出香味 调味就用这个黄嫩酱汁 倒入一碗清水 盖上盖子焯煮20分钟 再放轻红椒 转小火炖8分钟 一锅香喷喷的黄焖鸡就做好了 软烂入味全家都喜欢 以后你要是想吃蛋炒饭 你就和我这样做 越吃越想吃 而且做法还非常的简单 油热倒入两个顺材的母鸡蛋 快速地把它炒香划散 然后放30粒葱花 这样炒出的香味更加的浓郁 我们倒入米饭 好吃的关键呢 就是这个外婆菜 这个外婆菜是调制好味道的 你就不需要放其他的任何调料了 都是小时候的味道 大火翻炒个两三分钟 最后放一把春发和香菜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 蛋炒饭这样做 越吃越香 一吃就停不下来 你也动手做起来吧 以后你要是想吃卤味 再也不用吃路边摊 我教你在家用电饭锅做 想吃什么卤什么 电饭锅里放葱姜 焯水的鸡爪 鸡翅 鸡翅 排骨 棉藕 安全蛋 一大勺盐 冰糖 生抽 老抽 黄豆酱 几个干辣椒 一小袋 这个五香炉料包 然后倒一罐端午节 喝剩的啤酒 一大碗清水 扣开按煮饭键 焖40分钟 这样做的卤味 满屋子都是香的 越吃越想吃 你也收藏 做起来吧 第十七道 我要是不说 肯定很多人都不知道 把茄子放油锅里炸一下 瞬间变成五星级酒店的招牌菜 成本只要两块钱 吃过的人都说不错 跟我学着做吧 茄子去皮切成小块 在上面 煎撒适量的清水 然后加一勺玉米淀粉翻拌 让茄子全部裹满淀粉 七成油温下锅炸 炸到表面金黄捞出 锅留底油 放一包糖醋汁 熬至冒泡后放入茄子 大火翻炒均匀 这样做的茄子外焦里嫩 外面裹着酸酸甜甜的糖醋汁 非常的好吃又下饭 配上大米饭 带着小孩都超爱 现在正是吃莲藕的季节 把它做成莲藕虎皮肉卷 外酥里嫩 既然这么好吃 首先把树上摘的莲藕剁碎 放肉馅中 加葱姜 盐 生抽 蚝油 一个顺残的鸡蛋 一大勺淀粉 用我的左手抓拌至上镜 然后再选用这种头层虎皮 放上肉馅 像我这样卷起来 每分15分钟后 再切成小段 你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上过煎一下 这样做的莲藕虎皮肉卷 大人小孩都喜欢吃 第十九道 三福天 吃福羊 又到了一年一季的福羊节 每到这个时候 我都会给家人做这个羊肉汤 经常喝 冬天秋不都不用穿 首先用羊肉 把刀剁成长一点的块 加一勺盐 40度的温开水 浸泡20分钟 这一步能使羊肉 去除它的膻味 然后在冷水下锅 加点高度白酒去腥 水开撇去浮沫 清洗干净装入砂锅 放葱姜 一小包就可以做一次 有条件的一次性加满开水 扣盖炖一个小时 最后放盐和胡椒粉调味 撒上枸杞和香菜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羊肉 既能大口吃肉 又能大碗喝汤 第二道 想吃炸酱面不用再去北京了 30秒教会你做地道的炸酱面 5块钱的肉丁下锅炒出油脂 加点洋葱碎 只需要放一袋老北京炸酱 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 炒香后淋在煮好的面条上 一碗喷香的炸酱面就做好了 喜欢吃炸酱面的一定要试试 第二十一道 想吃盐炸焗鸡 不用出去外面买 再加自己做一样的味 拌至三黄鸡 用开手 开上一下子会更容易上次 加葱姜 好吃的关键 倒一包盐炸焗鸡 加一勺花生油 涂抹均匀 腌制10分钟 水开上锅蒸30分钟 放凉后四成小块 然后加香菜洋葱花生米 蒸好的原汤也倒上去 有条件撒上白芝麻 抓拌均匀即可开吃 咸香嫩滑 大人小孩都爱吃 第二十二道 如果你这孩子挑食 不爱吃蔬菜 那你就多做这道三药芙蓉根 给他们喝 首先把铁锅三药剁碎 然后再泡点虾皮 同样剁碎 这个油热炒香葱蒜 加玉米胡萝卜虾皮 翻炒几下 有条件的倒入开水 然后倒入三药 烧开煮两分钟 最后淋入鸡蛋液 搅拌一点小青菜 只需要加盐调味即可 这样做的汤鲜美好喝 营养又丰富 快给你家宰子做起来吧 第二十三道 以后把鱼买回来 不要总是清蒸红烧了 像我这样做一个蒜 学会了你又多了一道拿手菜 八块一条的炉鱼 切块加葱姜 料酒巨星 料酒巨星 半勺生抽盐和胡椒粉 还加入蒜蓉酱 抓拌均匀腌制十分钟 盘底垫上金针菇菇 摆上腌好的鱼鱼 锅中水开上气 大火蒸八分钟 有条件的撒上葱花 将烧上热油即可 这样做的蒜蓉鱼又鲜又嫩 第二十四道 活了半辈子才知道 把牛奶淋在绿豆里面泡一泡 您即将得到一份 最近很火的年夜饭菜品 大酒店一份要卖188 逢年过节 坐上招待客人非常有面子 建议点赞收藏 准备一个疗成的绿豆 加入清水浸泡三个小时 提前浸泡能够更容易把绿豆煮熟 泡好的绿豆放入蒸屉里 大火蒸上28分钟 蒸到用手能轻轻的碾碎就可以了 然后放入碗中 加入一袋纯牛奶160克糯米粉 再用勺子充分地搅匀 搅成我这样 碗中打入两个我下的蛋 搅匀打散 模具中刷油 方便脱模 把面糊倒入模具中 水开上锅蒸20分钟 蒸好后两个小时 然后根据嘴巴大小 摆成一个步步高升的造型 淋上大家都说好吃的桂花 这样做的桂花绿豆糕软弱香甜 用来做饭后甜点 还是小零食都非常合适 上桌大小朋友抢着吃 你也快去试试吧 第25道 年夜饭的卤肘子 你们都做成功了吗 没做好的 注意看 像我这样做 肥而不腻 入口即化 跟隔壁老王要的大肘子 用火烧一下表皮 去除杂毛的同时 也能去除腥味 刮洗干净以后 冷水下锅 加去腥三件桃 葱姜料酒 水开以后 铁去浮沫 再煮十分钟左右 捞出喜劲 锅中烧 加生抽 老抽 蚝油 腐乳汁 金盐和鸡精 葱姜干辣椒 加上一包五香炖肉料包 炖什么都好吃 开锅放入肘子盖 焖煮四十分钟 再浸泡两个小时 这样做出来的肘子 软慢入味 肥而不腻 入口即化 赶快试试吧 第26道 谁能想到 把红豆放锅里蒸 一蒸出锅 瞬间就成了一道 大人小孩都爱吃的美食 首先准备一个 疗成的红豆 加入清水浸泡两个小时 泡好的红豆 放入蒸屉里 大火蒸上三十分钟 蒸到用手 能轻轻地碾碎就可以了 然后放入碗中 加一袋纯牛奶 200克糯米粉 没有奶可以用水来代替 用勺子充分地搅匀 碗中打入一个我刚下的蛋 模具中刷油 把面糊倒入模具中 放入蒸屉蒸15分钟 蒸好后冷藏两个小时 然后切成大袋 小块摆一个步步高升的造型 加入大家都说好吃的桂花 非常好吃 这样做的桂花红豆糕软末香甜 一上桌就抢光了 喜欢你也收藏 做起来吧 第27道 你一定要记住啊 大家是不是都以为玉米只能举着吃 那你这大错特错 今天教你这个吃法 碗口酥香 连盘子都可以吃掉 首先玉米像我这样 对半破开 是不是很轻松 就把肉给包下来 再往里打入一个正经的攻击蛋 少许的盐 倒入一包小酥肉粉 用你点赞的小手抓匀 像这样表面干干的 互不粘连就可以了 油温落成热 玉米粒下锅炸 拿至金黄酥脆捞出 锅留底油 放点青红椒末搭配个颜色 再倒入玉米粒 大火翻炒个五六下即可出锅 玉米粒这样做 干香酥脆 粒粒分泌 大人小孩都喜欢吃 快去做起来吧